關節不退化,骨質不舒服 我是你的骨科醫師,戴大維 今天我們要來談談人工髒關節手術以後 哪些因素會影響活動度 在人工髒關節手術以後 我們都會希望可以儘快恢復日常生活 可以讓關節更靈活一點 應付我們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所需 但同時我們也不希望有人工關節脫臼這種病發症發生 因為一旦人工關節脫臼 你可能就必須要到急診來處理 甚至要再進開刀房 那這個是病人的夢魘 其實也是骨科醫師的夢魘 我們都不希望它發生 所以我們手術的目標就是要有一個穩定的人工關節 讓他可以靈活的做事情 但是又不要造成脫臼 所以很多病人就會問醫生說 那我手術後到底什麼動作可以做 什麼動作不能做呢 那我到底可以彎曲到什麼樣的角度 可以伸展到什麼樣的角度呢 今天就來跟各位介紹有三個重要的因素 會影響人工髒關節的活動角度 第一個因素就是你這個人工髒關節手術 是用什麼樣子的方式開的 在先前的影片我們有介紹過 在台灣比較常見的三種人工髒關節的方式有 第一個後側開 第二個前側開 還有第三個正前開 在後側開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人工髒關節手術 因為我們有把後面的關節囊打開 那因為我們坐著的時候 或者是在極限角度的時候 脫臼通常都是從後面跑出去的 所以在這種手術以後呢 就要避免極限的彎曲動作 另外也是要看看醫生他在手術中 他的人工髒關節擺的位置也會有影響 那所以這個就是要問你的醫生 到底我有哪些動作可以做 哪些動作不能做 那我可以彎曲到幾度 這個都是需要請教醫生的 那第二個有可能會影響角度的因素呢 就是人工髒關節直體本身的設計 那過去人工髒關節這個球頭 它的直徑都非常的小 大概是只有28mm左右 它可以活動的角度就會比較小一點 那在現在因為材料科學的進步 我們可以把球頭越做越大 那所以在比較大的直徑的人工髒關節呢 它的活動的角度就會大很多了 那針對比較常脫臼 或脫臼風險比較大的患者呢 我們有一種雙凍式的人工髒關節 它可以進一步讓脫臼的機會降到最低 那第三個因素呢 就是脊椎跟骨盆的關係 在我們正常的身體狀態下 我們從站著到坐的時候呢 我們骨盆會稍微往後傾 會保護我們的關節 不要往後拖臼 但是呢 如果是你的脊椎已經開過刀了 或者是脊椎跟骨盆它是很僵硬的在一起 並沒有生理的活動角度的話呢 這樣子可能會失去這種骨盆往後傾的能力 所以你在坐下來的時候 骨盆沒有辦法往後傾 保護你的髒關節 所以人工髒關節在脫臼的可能性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在脊椎有手術過 或是有脊椎僵硬 或是有其他病變的人 可能就要特別的小心 以上就是三個可能會影響 人工髒關節手術活動度的一些因素 那其實還有其他的因素 包括是病人本身的因素 像是他可能已經開過很多刀了 已經骨折過了 或是旁邊肌肉的功能已經不好了 或是肌掃症 很久沒有在走路了 沒有辦法把關節hold得很好 那這樣子的人工髒關節 會脫臼的可能性也會比較高一點點 好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影片的內容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